台南市議員選舉 部分議員一次受惠跑票 南檢偵辦有重大突破了 昨天是罕見的 在假日同步搜索議會 還有議長李全教的住處 並且從機場帶回 正要前往大陸的李全教 漏夜徵訊 並且也約談了相關人等 而之前被懷疑跑票的這個台南市議員莊玉珠 他對於媒體提問是沒有任何回應 隨即快閃進入偵訊室 而李全教他原本計畫要在昨天下午搭機前往大陸 但由於傳聞 這個台南市議台南議長選舉的匯款金主 就是在大陸轉交匯款 因此檢方懷疑李全教他前往大陸的動機不單純 才立即趕往機場將他攔下來 檢察官也說 目前還無法公布掌握到的這起案件的相關事證 不過原本挑裁假日行動就是要低調行事 沒想到最後還是行動曝光了